研发18年数量30架 同样是五代机为什么苏57年产量 只有F35的零透 是什么让它这么难生产 欢迎各位老哥来到亨特武器局 今天老亨特就来聊聊 苏57难产 9月12号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新闻处对外发布消息 他们旗下的联合航空制造公司 向俄空天军交付了一批新苏57和苏35S 本来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毕竟战还在打 自家先进战机又交付了 但14天后坏消息来了 9月26号乌克兰的黑客组织 窃取了俄罗斯军用电子工厂 与俄官方单位红旗工厂采购局局长双方沟通的内部信件 先快速给各位老哥介绍一下这两家公司 红旗工厂是俄罗斯金刚石安泰的下属单位 主要负责供应俄军 像S400S300等各种导弹内部的电路板 麦克罗斯则是一家民营企业 具体经营范围也是电路板这类电子元件 至于两者的关系 老亨特猜啊 麦克罗斯属于官方买手的角色 毕竟在战争开始前 俄罗斯也经常遭受制裁 一些被限制购买的线路板 以及制造电子元件的材料 通过这种方式便能顺利进入国内 这一点开战后也有体现 2022年底美国商务部曾表示 美国实施制裁后 迫使俄罗斯在一些军事设备中 使用洗碗机和冰箱芯片 当时他们是通过亚美尼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渠道完成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 亚美尼亚在2022年前8个月 从欧盟进口的洗衣机比过去两年还多 哈萨克斯坦从欧盟进口了价值2140万美元的冰箱 这个数据是21年同期的三倍 总之俄罗斯被制裁后 通过代卖获取武器的制造部件很常见 咱们再回到乌克兰黑客截获的信件 MicroProbo和红旗工厂双方沟通内容 简单概括就是 俄罗斯因为西方制裁 苏武器的生产与维护都非常难 部分关键部件都需要对外采购 信件内附带的对外采购清单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几张额文资料中有用的信息其实不多 只有这几处标黄的地方比较重要 其中WA36固定衰减器 EPS3150和PLR76012电源 属于苏武器基载雷达的重要部件 它们三个和其他小部件 共同组成名为MPPU50的高级电源管理 这个玩意如果质量差的话 很容易影响战机雷达的性能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一台电脑主机CPU显卡内存 都没省钱都是顶配 但主板和电源却用了垃圾货 结果就是性能只能跑出来一半 当然这还是最好的结果 坏结果嘛 就是容易炸击 亏钱亏设备还好说 但假如是在战场上 那势可就大了 你想 你开着一架苏武器 正雷达保持静默和队友执行任务 预警机提醒你 前面有底机需要你俩驱离 过去之后发现喊话没用 准备开火控罩对面 却因为电源不可靠 雷达无法正常开机 这怎么玩 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军事装备 都重视可靠性的原因 至于资料中 另一个重要进口设备 则是德国西门子的 KLE360经加工车床 它主要用来加工 苏武器机身 个别比较精细的部件 不了解的老格可能有疑问啊 俄罗斯经加工这么差 对 没错 俄罗斯的机床大多数是进口 原因呢 是因为苏联工业真正的大发展 是冷战时期 粗犷的重工业风格 加之外部技术封锁缺乏交流 导致他们的精密制造业 对比西方要差一些 后来苏联解体 经济不好 俄罗斯也没什么机会 发展高端机床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期间 具体点是 1986年10月 发生了美苏潜艇 清嘴事件 它和这次苏武器 需要买机床 有点像 当时苏联核潜艇在大西洋里面 经常被美军发现 基本是一抓一个准 而造成这种尴尬局面 主要原因就是潜艇螺旋桨 加工的不够精密 噪音太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苏联也想了很多办法 但都不太理想 最终还是需要机床 恰逢当时日本的东芝 在国内精加工领域 干不过山崎 马扎克 天田啊 这些公司 为了获得国外订单 于是俩人就联系上了 起初 东芝顾虑非常大 因为在冷战背景下 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敏感物资 要受到巴黎统筹委员会 也就是被美国和欧洲各国狠狠的制裁 奈何苏联趴到东芝耳朵根 悄悄说了一句 兄弟 不用三倍的价格 买你四台高精度疏控机床 不够咱们再谈 马克思说过 超过300%的利润 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最终 东芝经过一番纠结 与苏联达成合作 37日元顺利到手 机床也经过特殊处理 特殊渠道 被苏联成功拿到 之后 他们的潜艇造仪明显下降 以至于1986年10月 在直布罗陀附近 美军奥古斯塔号核潜艇 执行跟踪任务时 与苏联核潜艇成功亲上了嘴 发生这事 美军那边也在找原因 苏联潜艇怎么突然就行了 查着查着 就查到了东芝头上 最终 美国对日本经济制裁 当时日本首相 钟曾庚康红 向美国道歉 这件事才算结束 具体细节 感兴趣的老哥 可以一会查查 咱们还是回到正题 结合之前 来看现在苏武器量产难的问题 似乎很好解决 就看谁顶得住制裁呗 但实际上并不是 苏武器的隐身性能一直有争议 但到底还是一款隐身战机 它生产时也离不开隐身涂料 这其实就是限制产量的另一个原因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负责生产苏武器的共青团飞机制造厂 虽然这架工厂装配线是新的 但很多生产环节还是老旧技术 尤其是涂料喷涂 采用的依旧是人工喷涂 而隐身战机涂料是多层 为了保证良品率 他们采用喷一层等一层的办法 一层涂料喷装完毕后 需要等涂料固化 并对各项数据进行检测 打标后才会喷下一层 再加上速器体型 对比隐身战机更大 因此这个环节浪费了很多时间 有些老哥可能感觉这也没什么 人工喷涂应该会更细致 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隐身战机10%到20%隐身性能来自涂料 为了保证性能最优 涂料厚度的公差 要求必须控制到非常小 在这种前提下 人的可控性不如机器 良品率也会下降 反攻次数增加很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洛马在生产F35时 特意开发了RAFS喷涂系统 这种喷涂系统 简单点说 就是三个体型比较大的 六轴喷漆机器人 主要负责F35机体 像屏尾 垂尾等其他众多小零件 则由名为RCFS的喷涂机器人完成 这两套系统早在2008年6月 便已经安装并投入使用 看完这个再对比一下 大家应该了解 457差在哪了 都生产五代机 你还在用老技术 速度自然会慢很多 那么457产量低 这事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以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状况 找盟友合作生产 无疑是最优选 但了解457研发过程的老哥 应该知道最冤的大头 阿贝 最优合作国 印度已经被坑得退出群聊 就差山好友了 这架战机和457非常像 但他就是苏武器 好了不开玩笑 他其实是457原型机T50 研发时间可以追溯到2000年 当时俄罗斯受了美国F22的刺激 需要尽快开发自己的隐身战机 但又囊中羞涩 因此他们就找上了军购副哥 印度空军 搞了T50工程 印度项目编号FGFA 本来印度同意一起搞 是因为俄方愿意 共享隐身战机技术 但期间俄方不仅拖着技术 没给转让 还在一直追加经费 最后一次直接给印度发取一份 追加资金的报告 说老弟啊 这隐身战机要攻克的技术实在太多 老哥也没想到能这么难 这样你再加20亿 这事儿一定能成 印度那边一听这个也反应过来了 我前前后后打了50亿再加20亿 要是加上生产 这不奔着100亿去了 当即决定中途下车 然而就在印度退出不久 T50就首飞了 名字也改成了苏武器 总之啊 有这前科 老亨特认为印度应该不太会愿意 再当冤大头 而环顾周边 其他国家似乎也不太需要这款战机 不过话又说回来 既然苏武器研发没花自己的钱 那四舍五入就等于没花钱 倒不如找现成的战机直接买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老亨特撤了 各位老兄记得点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